最后一样就是你对脚 如果你不可以站起来 我们就坐在椅子上 伸直你要拉脚 然后勾起脚趾 吸气拉长的身体 呼气向前攀下去 试一下抓住自己的脚 吸气再拉长的身体 呼气我们曲手肘 来多三次 吸气拉长呼气曲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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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可以拉到 我们后面挂承肌的位置 和小腿 那我们最后可以怎么拉脚呢 我将一张椅子拉出来 示范给你们看一下 不过这个动作比较夸张 可能有在放午餐的时候 才做得到 我们会将一张椅子 放在桌子的旁边 然后手扶着桌子 今次我会拉左脚 右脚站在地上 将左脚放在椅子上 然后我们慢慢坐下去 这个动作可以拉到 大腿前面 四头肌 和你hip flexor的位置 穿十个呼吸 两边脚都要做 重复做四次 今天就教了大家 几个可以平时在上班做的 拉筋伸展动作 如果平时我们在生活的时候 多些拉筋的动作 上试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辛苦 而你的筋也会松得快些 最后还有一件事想提醒你们 就是平时站的姿势 如果你不想筋很紧的话 你站的时候一定要用腹肌 拉长身体 然后打开肩膀 头要握高一点 其实这个动作是帮你找回 你人体的正中间位置 只要你平时常常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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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我们常常 保持着寒背的姿势 跟你想拉筋的方向相反了 平时我们想拉筋 是想打开肩膀 打开胸椎 如果你平时常常有寒背的话 这八个小时寒背 就会令你的身体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再想打开它 就会特别辛苦